一提到杀伤力最强的武器,原子弹和氢弹的确是无人能比,可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比和武器应用性更强的大杀招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其中化学武器的毫无人性更是令人心痛不已,然而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却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神秘武器,此武器可通过气象条件,可打自然进行实际作战,在四万公里的高空攻击宇宙卫星,释放的高热量连钢铁都能唱成灰,这就是俄罗斯最新研制的超级杀招太阳武器,不管是地区冲突也好,还是世界大战也罢, 不管武器怎样改变,人类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是逃脱不了大自然的控制,然而,俄罗斯研制的太阳武器,却能合理利用迹象条件,截止到现在,该武器的研发已经完成,技术方案也将展开实施,计划在2019年之前,实现最后一个关键阶段,那么,海武器凭什么成为不可思议的武器呢? 原来,该武器将会利用太阳光作为攻击方法,这一技术俄罗斯之前就曾使用过,在之前的实验中,俄罗斯已经能做到,在距离地球4万公里的高空出去和太阳反射光,在形成的热源中心,温度高达数千射试度,足以摧毁地球上的大部分作战对象, 就连钢铁都可以烧成渣,除此之外,太阳武器号称卫星杀手,可在将来,应用于把卫星核反倒,主要原理就是利用太阳光产生的高温摧毁卫星和太空中的一切运用设施, 随着技术发现,太阳武器夹竹,鉴具备于核武器一征高下的杀伤力,可却更加令人可怕,因为核武器还好有防空洞,气象武器就在大自然之中,基本上是无处可逃,美国科学家称,俄罗斯只是用一次将人类放在毁灭的边缘,对于地球而言,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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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